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民 第177集 自投罗网 直到此刻越是自乱阵脚,事情便越糟糕 楚汉征早已命令自己迅速冷静下来 所以立刻从他这几句话中听出了一些端倪 你的意思是说 这起冤案是皇上亲手炮制的 蓝叶云暂时没有开口 眼角的余光轻轻从若晨身上扫过 这孩子年纪虽小 却也是个冰雪聪明的人 立刻点点头走远了些 他才接着说道 恐怕八九不离十 高陵诺见碎心咒对付不了你 便干脆化暗为明 以谋朝篡位为借口 意图将你们斩草出根 这个昏君 简直该死 楚汉征眼中略过一抹冰冷的怒意 我就说 蝴蝶从不与人结仇 怎会有人无缘无故地要陷害他 原来是 云 我现在该怎么办 冲进死牢之中救人 他自是有足够的本事 但问题是 如此一来 他们不就真的变成 畏罪潜逃了吗 蓝叶云沉吟两酒 突然语出惊人 入宫 自图罗网 苍莫愣了一下 跟着大吉 王爷 你糊涂了 你也知道入宫是自图罗网 怎么能让王妃 楚汉征一抬手阻止了他 要你我入宫 稳住高灵诺 你好趁机去寻找证据 证明我爹的清白 蓝叶云点头微笑 果然负气痛心 我想什么你都知道 既然高灵诺设计这一切 是为了你 只要他认为 你已经落入他的手中 必然会放松警惕 我便可以趁机查一查 所谓的证据确凿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有查清楚这一点 才能够找到 为你爹翻案的法子 在目前的情况下 这几乎已经算是 唯一的法子 可是楚汉征 却明显地犹豫起来 这样吗 可是 蓝叶云调了调唇 怎么 不相信我 怕我找不到证据 会害得你落入魔掌 无法脱身吗 什么话 楚汉征立刻摇头 很是不满 我只是觉得 这原本是我家的事 却要拖累你 能不说废话吗 蓝叶云扶了扶眉心 当然 如果你不怕高麟诺 现在就对你爹不利的话 我不介意再陪你多聊一会儿 楚汉征咬了咬唇 重重点头 一切小心 平安为要 必要的时候 您肯不救我们 您也不能有任何差池 蓝叶云微微一笑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放心 我的本事没有你想象了那么不堪 我会让你知道凝王这两个字 不只是拿来吓唬人的 还有 入宫之后 如果高麟诺真的按捺不住 想要直接对你们动手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楚汉征冷冷一笑 是的 我知道 如果高麟诺真的那么急着置他于死地 不好意思 他可以让高麟诺亲眼见识见识 九星高手的威力 虽然还没有多少实战经验 但要在千军万马中 把静远侯等人救出来 想必小菜一碟 本身就是九星高手 蓝叶云当然知道 这就是一张妥妥的护身符 当下不再多说 好 我们分头行动 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 我会派些人暗中保护你 而他们会全权听命于你 随时听你调遣 去吧 事不宜迟 楚汉征立刻点头 转身而去 可是刚刚走了几步 他却突然奔了回来 一把抓住蓝叶云的肩膀 尽力压制着眼中的恋恋不舍 答应我 你不可以有事 还是那句话 必要的时候 宁可舍弃我们 你要保住你自己 蓝叶云笑笑 笑容中充满浓得划不开的柔情 直接将一个吻 落在了他的唇上 相信我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不但要保住自己 更要把你们平安地救出来 楚汉征点头 这才真的离开了 不过走到若晨的身边 他却一把拉住了他 跟我走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不过时间紧迫 我们边走边说 看着他们的背影 苍莫却无比担心 王爷 王妃真的没事吗 真的 蓝叶云眸中掠过一抹冷意 苍莫 或许你不知道 我和阿正虽然同样是九星高手 但他的灵力修为远在我之上 苍莫吃了一惊 啊 为什么 原因我大致上有个猜测 但不确定 蓝叶云轻轻摇了摇头 眸中的光芒却显得有些复杂 当然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只是要你明白 纵然我们找不到证据 替静远后翻案 阿正也足以保他们性命无忧 苍莫沉默片刻 突然咬了咬牙 这就够了 只要保住性命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与其浪费时间在这里 跟高麟诺讲什么道理 倒不如尽快夺回天下 所以谋朝篡位 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 蓝叶云点头 同样冷笑悠然 正是如此 所以此事 我们只需尽力而为 实在找不到证据 就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走 一声令下 苍莫自然不敢耽搁 随后跟了上去 脸上却依然写满担心 可是王爷 王妃 她真的可以吗 我说可以就可以 蓝叶云回头看她一眼 忍不住咬牙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居然开始怀疑我的话了 从前就算我说天是红的 太阳是方的 你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 苍莫挠了挠头 很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不是为你担心吗 因为只有王妃平安 你才会没事啊 等你真的没事了 就算你说我长得很英俊 我都会相信的 蓝叶云心中 略过一道奇异的暖流 看向她的目光 已经暖如春阳 行了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会记在心里的 何况你本来就长得很英俊 还用我说吗 苍莫黑黑一笑 嘿嘿 哪里比得上你啊 王妃不是说了吗 你羞涩可参 完全满足得了她 一边说着 二人却脚步不停 很快便去得远了 一路往皇宫的方向急奔 楚寒真还来得及 低声叮嘱了若晨几句 莫了问道 怎么样 都记住了吗 可千万不能有丝毫差错呀 若晨看着她 眼圈红红的 都快哭出来了 我记住了 可是小姐 你一定要入宫不可吗 不如你赶快逃吧 楚寒真微笑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的亲人还在皇上的手中 我怎么能逃呢 你快点去找公站 把我刚才的话告诉她 然后 你们便悄悄离开这里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 到了这种时候 你还只记着我们 小姐你 洛晨越发感动 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小姐 你不能有事啊 我还没有报答 你的救命之恩呢 我 不如 我替你入宫吧 傻孩子 说什么傻话 楚寒真笑了瞧 事不宜迟 你赶快走吧 免得夜长梦多 而且 我不一定会有事啊 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就回来找你们了 若晨居然点了点头 却一直不肯挪动脚步 看向楚寒真的目光中 更是有着千言万语 楚寒真无奈 只得狠心一扭头 甩开脚步 飞奔而去 什么 还没有抓住 东宫内 听到心腹的禀报 高元昊不由呼地站起身 脸上写满了恼怒和焦急 游泽安点头 是 据说楚寒真仍然在逃 皇上也正加派人手 加紧搜寻 怕的就是这个 高元昊咬了咬牙 一时无语 如果高灵诺 只是将他拿下 押入死牢也就罢了 万一他因为急于 将这个祸患除去 而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下了杀手 那不是什么都来不及了吗 正在此时 一名黑衣人 突然快步而入 跪拜见礼 启禀太子殿下 有人看到楚寒真已经入宫 正被侍卫押着 往御书房那边而去 真的 高元昊瞬间大喜 急奔而去 在蓝叶云的授意下 楚寒真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宫中 那些侍卫 本就正在到处搜寻 看到他 立刻一拥而上 楚寒真也不反抗 任由他们 将自己押到了御书房 得到禀报 高凌诺同样兴奋不已 面上却看不出任何异常 只是砰的一排桌子 立声喝道 楚寒真 你与靖远侯和谋造反 居然还敢畏罪潜逃 果真活得不耐烦了吗 皇上 臣女冤枉 楚寒真故意摆出了一副 可怜兮兮的样子 说话的同时 暗中狠狠咬了咬舌尖 借着那股剧痛 逼出了两滴眼泪 臣女 若果真有不轨之心 眼见事情败露 老舅远远地逃走了 又怎么会回来送死呢 高凌诺冷笑 哼 那不过是因为 你舍不得你的家人 不愿落下千古骂名吧 你阴谋篡位一事不忠 倘若独自逃命便是不孝 恐怕死后也不得超生 倒不如跟家人死在一起 将来到了阴草地府 也可以稍稍减轻你的罪孽 你这个人渣 还真是巧舌如簧 楚寒正心中暗骂 面上依然惶恐不安 皇上明见 臣女与臣女的父亲 从未有过任何不轨之心 此事 必定是有人栽赃险害 请皇上明察 靖远侯谋反证据确凿 还有什么可查的 高灵诺挥了挥手满脸阴狠 来人 将楚寒正押入死牢 明日午时斩首示众 明日午时 幸好你还不是那么着急 否则 我就非得先把人救出去再说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